2021年10月3日,《仁延经》讲次第181,内容在卷6,330页第二行。 我们先看经文,忽然超越世出世间,十方圆明获二殊胜。 上唐课讲到观世音菩萨说是通过文思修入三摩地,就是文是用文性,是用心,那么听佛讲法,然后再反思自己做的对不对,如不如法,然后再修,再磨练,再改正自己的错误,而达到生灭灭即灭现前,就是破了五音了, 五音转空了,那么现在的境界就是忽然超越世出世间,那么忽然超越就是因为极灭现前了,就是智慧圆满了,大开圆解。 超出了世出世间,世和出世间就代表是生死,十方圆明就是大开圆解之后的这种境界。 十方圆明就是圆明就是透彻了,了解得清清楚楚,通通都明白了,获二殊胜,达到两种殊胜的境界。 那么这里二殊胜呢,就是下面的,一者,上和十方诸佛,本庙决心,与佛如来,同一此利。 第一殊胜,就是向上呢,是跟十方所有的诸佛合,合什么呢?合的就是本庙决心。 这个本就是本来所具备的这种本体,庙决,这个庙可以当中是几境,那决呢,就是照,也就是吉而照的心。 这个心就是用,所以这里就是体相用都合在一起,与诸佛相同。 同一此利,跟诸佛同的就是同这个词,词就是佛所说的,都照着去做,都去做到了。 词呢,就是行善,行舍,词与乐。 那么在因地的时候,生生世世这么做,现在达到了,慈力,就是有了力,有了慈善的根本,就有了力量,就会显发出来。 二者,下和十方,一切六道众生,与诸众生,同一悲养。 第二个殊胜,就是在下和十方,所有的六道众生。 这个六道众生指的是,地狱,恶鬼,畜生,人,阿修罗,还有天人。 因为在六道众生都是有苦的,只是苦的程度不同而已。 所以菩萨呢,都是了解众生的苦,是同一悲养,要拔众生的苦。 那么要拔众生的苦,要知道众生苦在什么地方。 然后这个养,就是渴望,期待,有人来帮助,来消除他们的苦。 所以,菩萨达到了菩萨的程度,并不是就走了,而是说,下面还要度众生,了解众生苦在哪里。 他们那种渴望救助的心切,心急的那种状态,完全明白,而去帮助他们。 世尊,由我供养,观音如来,蒙笔如来,受我,如幻,闻熏闻修,金刚三昧。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说,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供养。 这个供养呢,并不是我们平常说的,自己买几个水果供在佛前,就叫供养。 这个供养就是按照佛所说的,佛怎么说,就去怎么做,是上求下化。 所以观音如来,就是观音古佛,教授的观世音菩萨,就是如幻,闻熏闻修。 这个如幻指的是,所有的外面的世间,这个山河大地,都是幻化的。 那么说的幻化当中,但菩萨呢,是心里面是清清楚楚,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不对的。 那么不对的话呢,它就是不对的,要把它改正过来。 所以菩萨是在定中,闻熏闻修,闻就是闻性,在心里面,不着痕疾的去磨练自己,去苦修。 没有说很刻意,很造作,今天一定要去行个善事,或一定要帮助某个人。 是在潜移默化当中,不着痕迹的行善,行舍。 那么金刚三昧,金刚就是非常坚固,是不动的。 是什么不动呢?是心不动。 因为心已经磨练到,如金刚一样坚定,所以这三昧指的就是定力了。 与佛如来,同磁力固,令我身成三十二印,入诸果度。 所以与诸佛如来,相同的磁力。 这个同磁力,这个磁力也就是说,已经把自己的自性给转空了。 把一夜跟习气都清干净了。 那么身成三十二印,这个三十二印就是三十二类大法。 因为佛不是有三十二相吗? 所以三十二相,每一相都有他所对应的清净的善法。 入诸果度,去所有的佛果土。 那么这个果度呢,也可以代表众生的身心,知道怎么样来救助众生。 世尊,若诸菩萨入三摩地,进修无漏,圣解献缘,我献佛身,而为说法,令其解脱。 所以观世音菩萨说,如果有菩萨入了三摩地,入了镇定,要进一步进修无漏,往上增进。 那么菩萨是行六度,然后往上增进。 无漏,讲无漏之前,我们可以想讲有漏。 有漏就是有生死,因为是智慧给漏掉了。 有了自己的自性加在里面,所以就有了生死。 那个无漏呢,就是没有生死。 因为智慧,有智慧了,所以智慧没有漏,就叫无漏。 把自性要转空。 那么圣解献缘,圣解献缘就是要达到人空法空,人空至法空至。 所以菩萨是献佛身而为说法,令其解脱。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说法。 就是从菩萨,说是从菩萨怎样增进,要达到佛的智慧,让他解脱,解开心中不明白的地方。 那我今天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